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件 這是 藝人工匯 日空映五年 在高雄 基本上最好指定的演唱會 結束的時候 正是來逢麥庫 當時台上台下靠靠做一會 九年後 思念工匯的歌賣 包括台北市長久萬安 和高雄市長長期賣 都跟工匯來畫畫 希望他可以合作再唱歌 工匯透過正經紀人丹竹鴻 回應說 感謝大家這麼愛意 學出這件事 她重心 請大家 給他一點時間好好來思考 日空映五年 九月十三 工匯在舞台上 將他的麥庫 放在水汁煮薄阿麥裡面 正食紅麥 這個圍賓 賀很多工匯的賣獎 對工匯 賣獎 賣獎 工匯 賣獎 賣獎 有緣老闆 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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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 台北大股蛋開用 台北市長久萬安 就搖車工匯 頂著大股蛋笑話 現在高雄市長長今晚也開嘴 希望工匯能打開最一支 主播阿爸 鐵齒賣獎 我本身是二姐江蕙的歌迷 能夠付出到高雄演唱 我想這個是這個局勢翻騰 大家都會熱烈的翻臉 但今晚請求工匯有聽到 在頭過正經期前 但主洪回應說 感謝我們一起丟的藥匆 她很開心 當然也有丟杯丟 說請大家讓她擔保時間 好好想看看 敢有沒有學出 超期待的 她趕快付出 我一定會搶票的 你一定會搶 我媽 我媽一定會去 所以我要幫她搶 工匯的歌迷 聽到工匯的回應 都很激動 幾台工匯學出 再會在演唱會 合唱 競爭歌曲 啊